歡迎回到台灣青蛙大道 沒有出過藍雨真的很可惜 剛剛廣告的時候 我們這個包括了委員 包括了我們的導遊 都有講到多美多美多美 我們在我剛剛 我知道你很多話要講 所以我剛剛問了 你還沒有詳細的描述清楚 飛魚季到底有多美 飛魚季 它每年大概是3到6月這段時間 剛剛老師才在補充說 白天有在抓 因為我們每次去看 都是下午4點多的時候出海 到晚上1點多才回來 然後他們要頂火把那會 飛魚季就會過來 飛魚 它大概是從刺到這一帶 它是回遊的魚 大概是游到正好 到這個地方之後 整個肚子都飽滿了 就是要準備要產卵 所以正好來到這個地方 又正好 等好抓 然後他們在吃飛魚的時候 哇那龜跡可真多了 男人魚 女人魚 老人魚 小孩子魚 它有分別誰能夠吃什麼 等一下可以請老師來補充 對啊 然後這個吃不完的 就把它曬起來 曬起來可以大概吃到 到將近9月9月都還可以吃得到 所以老師 我聽不懂 魚分男女老幼 還是男女老幼吃不同size的 不同長相的什麼什麼樣 這什麼什麼意思啊 應該是這樣子講 因為魚類我們有分兩種 一個是飛魚季節裡邊的 回遊性的魚類 3到6月份回遊到藍魚的 我們只補 這個時間只能補 飛魚跟回遊性的魚類 其他的七底的傷害魚類是不能補的 是絕對不可以補的 對 所以到了6月份之後 其實我們的飛魚季到了 6月份就結束了 可是那時候還是會有回遊性的魚類 可是老人家是覺得說到6月份這個時間 就不能再補了 即便就是說還有一些回遊性的魚類 那我們盡量就不會去補 因為他們覺得說 你飛魚季節裡邊 你回遊性的魚類也補 然後那些七底魚類你也補 那整個生態都沒有辦法平衡 對對對 所以我們抓飛魚 其實我們夠吃而已 我們也沒有拿來做買賣 那這是為了要因應在冬天的時候 東北季風增強 老人家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出海捕魚的時候 那是我們的唯一蛋白質的一個來源 剛剛老師說不買賣 蘭嶼的豬跟台灣本島不一樣 它的豬就是跑來跑去的 跑來跑去的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然後呢 這個也不買賣的 也不是隨便想吃就宅 而是有拜拜的時候 祭典 或是說人家要帶女兒子 或是家事 或是船要下水的時候才有 不是自己吃而是分享 所以也不是常常吃得到豬肉 再來 島上有很多的山羊 那個羊你仔細看 鏡頭你可以拉到前面這個地方來 羊都跑到這個龍頭園 它可以跑到很上面 那個羊很厲害 那這些羊不知道是誰的 但是絕對不會亂掉 因為他們每一個 每一家誰的羊 他耳朵都有特別的記號 然後大概男人大概每三天到五天 就進去山裡面看看自己的羊 欸 掃了一隻 就到洞穴裡面去找 欸 可能又多出了兩隻 生出來小朋友 又剪成自己了 絕對不會亂掉 我跟你講喔 我們就有朋友 然後呢 駕著開 開著車子 騎摩扎開著車子 撞一下 撞到這個 那時候好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嘛 一隻要賠多少 六千塊 哇 很兇 好好賠給你說 這隻我總可以扛回來 對不起 你還不能扛走 你只能夠賠他錢之後 你不能扛走 因為他 這樣你扛走 我叫做買賣 喔 這個是每一個 應該是說 這個是家庭的一個財產 那個是他們的財產 不是隨便拿來讓你做生意 對對對 那因為 在整個祭典的時候 這個是 整個房子的賀禮 這個豬 芋頭 是整個新房子 或是新船的一個賀禮 要分送給所有 來送祝福的一個 的部落 親戚這樣子 那個今年 我如果沒記錯是觀光局 觀光局 有那個台灣之美的攝影比賽 第一名的作品就在蘭嶼 黃昏的時候 就是 就是這張嗎 就是這個 不是這張 這是我拍的 我拍的傻瓜相機 就是 可是看也好美 現在我很可惜 我剛剛聽那個老師在講說 以那一種大的船 那種焦華 都已經等著能跪 這一種木頭 都不知道飄到哪邊去了 這個是可以列入世界遺產 這個大家習慣叫它獨木舟 其實它叫平板舟 大的瓶筋要到27片木頭 27片木頭 拼出來 這個不用任何一根釘子 因為金刻木嘛 釘子釘進去之後會虎朽 然後完全自然的這樣子接 然後那個龍骨啊 那隻龍骨不是隨便人動 要得高望重的人來裝那一隻龍骨 然後呢 它前面都會有兩個這個龍的眼睛 我們叫龍眼 那人就看那邊是頭 哪邊是尾呢 就看它那個滑槳框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 哇很可惜 所以這個船真的是 是姿勢體大 是一件很隆重的 不知道還剩下幾艘而已 最美就是這種東西 所以呢 我委員也去過很多次啊 剛剛講到飛魚記的時候 你說那真的太美了 真的很壯觀 女生是不可以捕魚的 不可以上船的 所以我們到了那個蘭嶼去 我曾經看過他們那個家族 在坐那個船 然後我說可以上去 他說拜託不行 就算是你是委員 我們大家這麼愛你 你也不能上去 這是非常禁忌的 所以為什麼在蘭嶼裡面 男人出海 女人就會有個頭髮舞 頭髮舞就是在海邊 在等到男人捕魚回來的時候 開始在那邊迎接 我們的男人回來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歌曲 跟舞蹈 它是跟所有的歷史的 口述的文化的精神的意涵 都是串連在一塊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 所有的觀光客的朋友進去 請你們不要留下垃圾 那因為我曾經在那兒 我就看到非常多的觀光客 他就在那邊騎了摩托車 然後四處的橫衝直撞 這是我必須要跟我們這個導遊 以後要申訴的 因為我聽非常多的 我們蘭嶼的族人說 他們很希望觀光客進來 他們也很期待 大家來了解我們的文化 但是千萬第一不要留下垃圾 因為他們突然發現 觀光客就是來衝衝去衝衝 然後一下下了船之後 哇那個這個 這個就開始這樣子 東看西看 然後有時候講得非常不禮貌的話 其實對藍嶼人來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自己玩爽了 開開屁股就跑了 就跑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呼籲 大家如果愛藍嶼的話 這麼一個台灣唯一的這麼乾淨的一個 雖然核廢料在那兒 但是它的自然之運還是非常的美麗 所以我們大家愛護這個 不要把垃圾留下來 然後要去之前呢 麻煩問一下導遊 這個我們達悟族的習慣 還有它的精神意涵 它的文化底蕊是什麼 而不要去了之後看到 哎呀你看豬跟羊在外面跑啊 好臭啊好髒喔 哦事實上呢 這個在達悟族人來說 這個動物呢 其實就是剛老師說的 是他家的財產 就跟你家的B&W是一樣的 你家有B&W 你怎麼可以放到車庫呢 你一定要讓B&W在外面 跑來跑去 讓大家看到你資產有多少啊 所以也就是說到藍嶼去 我們大家就千萬要入境隨俗 千萬不要用一種很奇怪的 而且很莫名其妙的這個眼光來看待 不要尊重當地人的傳統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再次